三天的元旦连续假期即将到来 玉里警分局为了维持玉里、副里、浊西地区的交通顺畅 也针对辖区内的各个重要路段及点和火车站前加强交通疏导措施 110年元旦连续假期即将来临 今年共有三天连续假期 玉里分局为了维持玉里、副里、浊西地区交通顺畅 针对辖区区内各重要路段、景点以及火车站前加强交通疏导的措施 为了确保跨年即元旦连续假期交通行车安全跟顺畅 玉里分局在台九县、花193县道、台30县、安通等重要路口 采取分区分段、热时、热点等交通策略 那也这边呼吁驾驶朋友在出外旅游的时候 行车速度一定要注意 并且注意相关灯号 并且最后不要酒后开车 平安出门、平安的回家 警方呼吁游客出门之前 应该确实检查车辆、基建、性能是否正常 行驶山区道路因为受限于地形狭小、弯道多 行车速度应该要放慢 随时注意车辆、道路状况以及避免疲劳驾驶 并且相互离让以维持行车安全 记者高双双云震采访报道